歡迎你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這個小時我們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好朋友好 大家午安 好朋友 我跟你說 現在今天有一個新的訊息 就是陳水扁總統 前總統 他突然在他的臉書上面貼了這張圖 勇哥勿語 勾起很多人的回憶 他是跟誰擁抱 他是跟陳哲男擁抱 陳哲男是誰 他是現任的高雄市市長 陳其邁的爸爸 那大家知道陳哲男因為當時有這個弊案的關係 他有進這個鋼鐺入獄 然後扶完刑之後 應該是有減刑吧 出來三年 這三年老實講 不管是這個2018年那次的選舉 或者是去年 可是都沒有人拍到他 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蠻低調的 可是今天阿伯 給人家行蹤洩漏了 對啊 阿扁不知道怎麼回事 突然之間就曬這張照片 我應該說曬沒有錯吧 因為其實阿扁的腦筋 前子你應該知道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一定都有原因的 所以他曝光這張照片 不會只是像我跟前子 我們可能去哪邊吃個飯 然後自拍 我們不會 我們是很隨性的 但他每張照片都有原因 所以他為什麼有這張 他主要就是在裡頭說 十幾年沒有見得複蜜陳哲蘭 為什麼講複蜜 因為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他是總統府複秘書長 大家知道 秘書長一定是他的心棒 複秘書長一定是幫忙的 就是秘書長 複秘書長 一定都是他的心腹門 那陳哲蘭那時候 這麼位高權重 可是卻因為一張照片 大家還記得嗎 紀州島 然後因為跟劉秉偉 他們到西州島去 然後背影 也是那時候 談話新節目的開頭 因為大家轟轟烈烈的開始討論這張照片 後來開啟了整個扁家的弊案 所以恍如隔世 他今天一報 大家突然好像拉回 快十幾年前的那個 十多年前的 快二十年前的事情 然後他說看到 十多年不見的複蜜陳哲蘭 阿扁忍不住 報了又報 對他真的是感同身受 也非常不捨 看大字在這 大字在這 對 我們已經有幫你弄出來 因為我怕你看不見 老花眼 對 兩個人就抱在一起 兄弟情 他也認為就是陳哲蘭過去 可能這幾年委屈了 受到一些委屈 然後就對他呼呼秀秀的感覺 可是阿扁覺得他委屈 全民覺得他委屈嗎 可能大家的意見都不一定 全民應該也很委屈 全民很委屈 可是全民會不會覺得 他們很委屈 可能這就未必了 我們來看看網友的反應 網友的反應 網友是反應誰 反應當然是陳水扁父子 因為他的兒子陳志忠 現在在議會 剛好跟他的這個 陳其邁是監督的 他要監督陳其邁 一個是議員 一個是市長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 非常歷史的巧合 這兩個人 兄弟情 陳哲蘭跟陳水扁 跟陳志忠 陳其邁 他們的下一代 現在在高雄市的議會 又相見還了 開始呼風喚雨 不知道 我不敢說呼風喚雨 兩個人有沒有抱抱 我也不知道 不過陳志忠是有特別講說 我們怎麼監督國民黨的 韓國瑜市長 未來就怎麼監督 同黨籍的陳其邁 他說民進黨會為市民謀 最大的福利 高雄發展最大利益的立場 不會變 網友的反應就很多了 你可以來監督我 然後說要當後盾 看來是強力監督在野黨 因為他監督韓國瑜 只有817那些北七才信 為了要解答剛剛前子的問題 那我就問網友 如果你覺得你委屈的 請給我一個愛心 如果你覺得陳其邁委屈的 給他一個讚好不好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誰委屈的 因為陳水扁說 陳其邁很委屈 但是我們覺得 你們也很委屈好不好 如果大白話的觀眾 你覺得你委屈 給個愛心 如果你覺得是陳澤南委屈 陳其邁更委屈 就是給了一個讚 是 我們新聞大白話 在這個電視56台 以及網路上 都是同時直播的 這也算是一個線上民調 因為很多人就認為說 陳水扁總統這個是貪污 或者是他的幕僚這個大將 陳陳遲南也是貪污 最正確鑿才會被抓進去 那今天他們的下一代 又重新在高雄市政府 就高雄市議會重逢了 在選前我知道 有志也訪問過陳其邁 大家知道陳遲南的標籤如影隨形 一直貼在他的身上 貼在他的胸口 當時陳其邁是怎麼講的 那個時候我要約訪他 然後我說幾個問題我必須 我們其實因為訪問 錢值經驗比我還豐富 你應該知道 就大家會在問題上 會有一些攻訪 他會有堅持想要提到 因為他選舉 他一定會講他的政策 他說他想提橋頭 或者是科學園區 OK 那我也接受 他說那我也有問題 我有三個問題要問 其中一個就是你跟你爸爸 因為你將會如影隨形 剛剛錢值的形容詞 我一直這樣問他 陳澤南對你來講 會不會是個陰影 還是說你未來要不要藉由這一次 乾脆一次說清楚 剛好前兩天 是因為館長也訪問他 所以我們兩個同時 在那時候問他這個問題 然後他那時候就有點為難 但是很快的兩秒鐘 他就跟我講 好 我講 所以他講的這一段 他說我爸爸 每次到選舉的事 一定跟被黨主來討論 我是人家的兒子 小孩的甘情 他用台語告訴我 他沒有辦法回應什麼 這是我的承擔 這是那時候陳其邁講的話 然後對館長 大概也是類似這樣子的話 但是這一段副子情 我不曉得大家怎麼看 待會我們看 那個線上民調就知道了 但是今天有一本書 是陳水扁送給陳其邁 陳澤南的 我就不以為然了 送給他什麼 堅持 堅持 你堅持什麼 你要堅持你們那時候 20000幾年 2007年 06年 在總統府做的那些勾當嗎 你要堅持什麼 堅持你要把所有在總統府 還有扁家幣案這四個字 烙印在高雄上嗎 我不知道你要堅持是什麼意思 你認為陳澤南這幾年 都是我們誤會他 所以他應該堅持下去 所以他堅持還自己清白 所以這幾年所有他的行責 我們都要國賠他 是委屈 是我們不對 我不懂他的送這本書 堅持在堅持什麼 是我們要堅持 我們要堅持民主的道路 我們要堅持正義的道路 不管你是誰 你是陳水扁也好 你是陳澤南也好 哪怕你是陳其邁 未來如果你犯了法 你要堅持什麼 我們堅持幫你送辦 這才是老百姓的福氣 是啊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更何況是我們現在是民主社會 陳水扁曝光跟陳澤南 相見歡抱抱的照片 到底什麼用意 我們不知道 不過昨天同時也是陳其邁 第一次在議會被巡的日子 這個陳水扁的兒子 陳至終說會好好監督 不知道他有沒有好好監督 可是我們是看到場外抗議超級多的 那當然可以看到這個 在野黨強力的在監督他 很多這個反萊族進口的 這個包括杏仁哥 包括很多的民眾 都在場外搬小豬抗議 另外還有一些嬌農 一些農民代表 也在外場 包括議長曾麗彥 都在那邊吃香蕉 因為我們知道 產銷失衡 那農民可能苦在心 所以他們在場外吃香蕉抗議 另外還有來了中鋼集團企業工會的朋友們 他們是抗議中鋼 沒有幫員工來做老保的投保 可是這些好像看起來 陳其邁都沒有回應 不過我們先來聽聽看 這個當時這些議員 在野黨議員在抗議 這個希望美豬不要危害 高雄市民健康這一段 來看看陳美雅的時訊 你可以看到在野黨的立委 陳美雅強力的質詢陳其邁 為的是什麼 因為陳其邁過去在當立委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什麼話 他說美豬進口那一天 就是總統要下台那一天 那現在呢 現在怎麼樣 請問那時候的總統 跟現在的總統這個名詞 應該是一樣的吧 那個時候總統不是 應該不是什麼大統領 現在的總統應該還是總統 如果那個時候的總統 馬英九應該下台 為什麼現在的馬英九不用下台 當然現在的蔡英文 為什麼不用下台 陳其邁他有兩大原罪 一個剛剛我們講過了 爸爸 另外一個是他以前代表的民進黨 我不是在幫他說話 但是陳其邁這個人 對於他整個副職輩 當然非常多的爭議 包括他爸爸 他弟弟 他哥哥 抱歉 他哥哥 應該是他弟弟 在外勞抗爭的時候 他們家族都有被人家指指點點 可是陳其邁個人 我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出來 他有涉及這些紛爭過 但是這是你的副職輩 第二個就是你的 另外一個原罪就是你的黨 你當初跟著這些人罵 跟著這些人叫 而且陳其邁是個非常負 對不起 我用字可能 韓粉不喜歡聽 但是他非常負責任 他本人是滿負責的 滿負責的 就是黨要我怎麼樣 我會加碼 你要我講八我就講到十 他是非常盡力的一個人 所以那個時候 現在你自己要吞回去 他現在來講說 我們是反對 好歹陳其邁老實 我是反對那個時候的馬英九 還真誠實 他很誠實在講說 對 我說總統要下台 可是我講的總統是馬英九總統 他的意思應該是我反對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馬英九 現在的蔡英文我不反對了 還真的是大白話 真的是大白話 真的滿誠實 可是你這些話 這些人聽得進去嗎 請問一下這些老百姓 聽得進去嗎 你請問一下杏仁哥聽得進去嗎 那你現在香蕉是高雄農產大中 叫頭一邊 還有那個林園那邊 請問一下這些人 你要不要幫忙 那中鋼也是高雄有投資 那中鋼沒有頭勞保 天啊 這個如果是 我們這些公司沒有頭勞保 應該早就被勞檢報幾百次了 為什麼中鋼 那現在到底為什麼 怎麼回事 是不是整個都招金 是 所以換了一個市長 到底高雄市民怎麼看 怎麼打分數 韓市長以及陳市長 這兩個人到底要怎麼打分數 先看市議員的打分數好了 這國民黨籍的市議員 黃紹婷是說不及格 那國民黨市議員 陳若瑞說40分 可是民進黨的黨團 總照韓四川是說 表現很好200分 他說陳其邁200分 那高雄市長陳其邁到底幾分 他現在推動的市政工作 到底推動的如何 高雄現在又變成怎麼樣 我們還記得2018年年底 那個時候 韓國瑜剛剛上任的時候 高雄是滿熱鬧的 老實講 所有新聞都是他 老實講很多人跑去買房子 那現在高雄到底是冷清還是熱鬧 我不知道因為我最近很久沒去高雄了 你有去 那我們等一下問你 不過我們現在先邀請 前一陣子也有跑去高雄的人 不曉得他是跑去玩還是幹嘛 來這個 連線這個台北市議員 由淑慧 請淑慧加入我們討論 淑慧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上個禮拜五 也就是四五天前才到高雄 然後你看到什麼 就像你弟哥說的 我先說我到高雄去 那一定是去吃 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想逛街 你帶我去你們高雄比較熱鬧的地方逛 然後他就帶我去逛 然後我就帶我去兩個地方 我就說為什麼你都要帶我到這種 沒有人潮不熱鬧的地方 我想要去熱鬧的地方逛街 他就跟他跟我講說 不是啊 這就是我們的市中心啊 這就是我們熱鬧的那個市中心 然後我真的嚇到 然後他帶我到一個很大的路口 那個馬路非常寬廣 因為我沒有 對高雄沒有那個手 十字路口的窗口 一排的店面全部都是遭租 都是租 照理說 在那種那種那種店面是最火紅的 但那是一排招租 不是一間招租 所以現在We Care說多熱鬧 照一張那個戰略道那邊的照片 說多熱鬧又多熱鬧 我是真的覺得 其實北漂的年輕人 你們甚至平日說有期望 回去高雄走一走 然後再告訴我們說 你現在看到的高雄真的有比兩年前要更高 我個人的覺得是很有心 妳有去夜市嗎 夜市還行嗎 有啊 而且我是連假的時候去 所以夜市也不熱鬧嗎 因為那天文山伯 有潑一個六合夜市跟瑞峰夜市冷清清 妳有去嗎 是文山伯潑的那樣嗎 我們講 我以一個指標最清楚好了 飯店價格 連假的時候 如果很多觀光客去 飯店價格會飆高對不對 可是我訂的飯店是不錯的喔 Google上不錯的 而且是他畫四星飯 他不錯在很熱鬧的地方 在聯亞區 然後我連假的禮拜六 禮拜六去住 我才訂三千多 而且我是從網路上訂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之前的時候 也是在連假的時候 去花蓮 去台中 一般的飯店都飆到七八千 因為物以稀為貴 就是一個攻擊 可見就是沒有觀光客去 可能返鄉回家 蘇惠因為這樣講 就是有一些網友會說 你是韓粉啦 你說的沒準啦 就造成我們高雄 你又講說We Care跟Who Care 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 因為We Care 他自己說他是公民團體 公民團體的職責就是監督執政者 對不對 不過監督執政者是什麼 公民團體都應該要發揮監督的能量 可是所有認識字的人 你現在去看We Care的本專 過去韓國瑜幹什麼 高雄下一場雨都可以罵韓國瑜罵的主公發呆都靠頭 但現在每一天都在歌公宋德中心罵 然後監督市政的市議員都會被We Care抓起來 所以We Care已經不是公民團體了 他現在已經是歌公宋德市長 變成是市政府的附水組織了 我是很感慨 就是原來你真的是假的公民團體 因為公民團體不是這樣 公民團體是誰知政果都監督 那這樣我佩服你嗎 你去監督陳其邁我佩服你嗎 結果你現在是在監督 監督陳其邁的這些民意代表 然後每天都在那邊歌公宋德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像呱吉說的 不要在那邊假了 是 這個淑慧還有一件事 就是現在其實大家公理自在人心 那看到這個前一陣子 大家不是說小學啊 國中應該要裝冷氣嗎 科癖你們的科癖有特別講說 南部有一個學校撈開 這個跳電 可是那個時候陳其邁還要柯P道歉 可是今天真的發生了這個事情 這件事情你怎麼看 真的跳電了 其實是這樣子 台北也走過這一段 因為我們的國小校舍都很老舊 都是四五十年前三四十年前幹的 你要加裝冷氣 你要先做電力改善系統 所以柯文哲說南部沒有錢 所以他湊在用嘲笑的口氣 可是事實上確實在東南部 他們為了要展現震雞 可能就先給他裝上冷氣 可是電源改善系統沒有做 他的電池都在高的 所以冷氣一開就是跳電 所以兩邊都沒有錯啦 兩邊也都有錯 湊在柯文哲不應該用嘲笑的口氣 他忘了兩年前三年前台北市裝冷氣 教室也是跳電 去室也是跳電 那我覺得陳其邁當上任 我們都要給他一段時間 他們當時不給韓國瑜時間 那是他們政治鬥爭 可是理性來說 任何一個市長當上任 你都要給他一段時間 可是我們現在感嘆的是說 通常市民在當時被民進黨 或被威脅的操作底下 沒有給韓國瑜跟他的市政團隊時間 然後你覺得你要罷掉以後 高雄民間就更好了 結果沒有啊 換了陳其邁今天沒有更好啊 這才是高雄市民會永遠在一個 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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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錯過一個對的市長 我們只能期待下一個市長不要再錯過了 那你自己有感覺到高雄市民有覺醒嗎 還是他們覺得沒有 你自己的感受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跟很多 因為我這個朋友當然就是藍子沒有用過 我沒有跟一般的高雄 可是我去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新光三月裡面的小姐 還有繼承生司機 都有在講說行李變很肉 禮拜六整個樓層人猛青青的 然後他的櫃台擺了一大串香蕉 我說你為什麼要擺一串香蕉 你是在支持膠農嗎 他說沒有啦 買來放心安的 因為附和成交嘛 希望說多成交一點行李 我說原來香蕉還有這種 我說這樣也不錯 所以高雄市民有一點點在自我療癒 然後自己在找生活的小缺心 那種是坦白起來還蠻心疼他們的 好 非常謝謝淑慧 今天跟我們的連線 謝謝你 下次到基隆來 謝謝你 其實我覺得 如果用國家的發展來看 不要用藍綠鬥爭這樣的政治惡鬥來看 我們當然希望高雄可以更好 可是到底有沒有更好 真的不知道 我也有去高雄 我不能說什麼 誰上來之後馬上變好誰變壞 其實當然政治可以這樣子野語跟靠西 但是我們自己觀察不能完全這麼說 如果現在高雄的不好 是不是韓國瑜留下的一些東西 反而沒有辦法承接上 反而很多太多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罷完之後 總是要看到成績 我覺得我自己去看 確實人潮變少了 為什麼 不管是公司 航號 飯店 還有小吃攤 都要幹嘛 宣傳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貼布條 會弄粉絲團 這是要宣傳 高雄現在的宣傳 遠遠不如韓國瑜時代 我只能 我真的很誠懇的這麼說 我沒有要說陳其曼上來之後 就變倒霉了 或者運氣不好 不是 你的宣傳力道變少了 如果去把高雄市 在2018年網路的聲量 變到現在2020 高雄市的網路聲量 前置這不用我講 對 媒體的關注力 其實不用講別的 媒體的關注力就少很多 你會想去嗎 就會被影響了 這個可能我們個人 可能不用講 因為其他的就扶上來 對 我們講一些比較 公允的 對 客觀的數據 譬如說我們新聞部 我們每天會開稿 高雄的稿子 以前韓國瑜在的時候 看到高雄 高雄 開 下四名開 大概五條十條這樣開 現在真的是 點綴一下 關注力變少 甚至有開槍的 或者是有殺人的才會開 所以我覺得我們公允的說 如果在都市宣傳上 陳其邁真的得加加油 因為以前是你用破壞起家 我說民進黨包括 還有We Care 現在不是破壞了 現在宣傳的時候 是 現在是要宣傳的時候 要重建的時候了 好 是 好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